再冷的天也浇灭不了我对烤肉的热情 这期视频就告诉你们 在家吃烤肉幸福指数有多高 对我来说吃烤肉啥都可以没有 但不能没有安顺烤小肠 真的你们一定要试试 不用任何调料 直接给它烤到表皮焦气就可以了 软糯脆弹真的巨香 拼拼拼39块钱一斤 想吃焦一点的可以烤久一点 沾点辣椒面更绝 还有这个五花肉片 仙灵冷冻家70块钱买了5斤 烤肉界永远的深 啥都不占都特别香 而且虽是冷练运输 但吃起来和新鲜的没啥区别 吃不完的话 还可以像我这样给它穿起来到烧烤用 一举两得 吃火锅找到食材供货商 你会发现 原来在家吃一顿火锅还能这么便宜 选底料可以永远相信重庆粉丝的安利 这个饭潮 据说是很多火锅店的原装底料 我说咋那么香呢 说它800里飘香都不为过 彭娜小家的毛肚和千层肚 我推荐800遍了 真的巨新鲜 而且两斤才50多 这个价格店里顶多给一盘吧 还有麻辣嫩滑牛肉 店里半份小三十 拼都都水海家 这两袋才40多 据说还是海猛捞同款 难怪味道一样 吃起来嫩滑的不行 贡菜这玩意 我称它为素菜中的王 耿啾耿啾的很上头 拼都都四叔五君 一大包只要十几块 在家吃火锅你就照着我买 保你吃到兔也花不了几个钱 在遇到这些新疆美食之前 我以为新疆炒米粉已经是天花板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好吃的 摆开提泡面 除了新疆你几乎见不到它的影子 有麻辣酸汤红烧三种口味 个人觉得麻辣的最好吃 真的很香 但吃完完全没有传统方面面的那种恶心感 也不容易煮烂很劲道 拼都都八一兄弟 还有这个优客牌的糖果 产地是土耳其 但新疆孩子从小吃到大 果味很浓很浓 能吃出那种果汁感 传说中一块底套房的新疆切膏 卖的贵也不是没有道理 真的太实在了 从里到外都是坚果 上面还有一些水果干 把原本甜腻的口感 中和的恰到好处 拼都都一块三十多 全球泡面排行榜榜上有名 江湖人称泡面界的米其林 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 银多拉面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素食品牌之一 光每年销量都超过150亿包 它秉承着东南亚小胃口包装 单包只有80克 不过味道还是非常地道的 蒜香加葱油香 就是它让人上头的地方 不管你爱不爱吃泡面 应该都会着迷 拼都都一块多一包 樱花虾辣汤面 首次上榜就杀进了全球排名第二 煮出来有非常浓烈的炸油葱味 加上虾汤的基底 整个有点像台湾蛋仔面的味道 还是挺好吃的 汤料味道上也基本做出了 堂食那味 拼都都麦克食品 这应该是我有生以来 百刀最好吃的一个橘子品种了 不知道你们吃过没 叫广西清香茶菊 建议你们直接列入年货清单 比砂糖菊好炫多了 皮薄汁水多 最主要是它纯甜 一点酸头都没有 拼都都一果粒水果 27块钱5斤 回味还有淡淡的茶香 真的很上头 还有东北鸡心果 水果市场上赫赫有名的霸主 又好看又好吃 口感脆甜脆甜的 比普通苹果果味更足一点 拼都都鲜美味加 五斤38 很小一个 基本三口就能吃完 如果过年想炫点不一样的水果 一定不能错过它 有些特产 要不是因为好吃啊 我这辈子都不会看它一眼 长那么丑 说的就是这个自贡特产 香辣首次兔 据说四川人一年就能吃掉 三亿只兔子 我今天算是知道原因了 就这味道 天王老子来了都想啃一口 又辣又香又麻 特别入味 而且它的肉不柴 特别嫩 就这样给它撕开 拌上辣椒油 配点小酒吃 直接爽翻 沈阳中阶鸡架 拼多多原味中点 四块多一包 老沈阳心中的风神美食 真的很绝 最推荐他们家的招牌甜口的 老好吃了 很香很脆 连骨头都是酥的 我算是知道为啥 沈阳每个阳性轨迹都有它了 我一个月没炒菜 从几十种下饭酱里 总结出来三款 半天半地半鞋底子 都好吃的无敌下饭神气 陶原建民的牛肉豪辣椒 因为太好吃被列为非宜 你想想有多绝吧 盖子才大开 香味就扑鼻出来 把它涂在板头上 那个小米辣和坚果香 就在嘴里爆开 直接香得我精神抖擞 雪莲辣椒丝 新疆特有的配饭女神 他们那边的辣椒 跟我们都不一样 日照时间长温差大 辣椒肉很厚实 最让人上瘾的地方是 它不厚咸 它带有甜椒的回甘 糖蒜这玩意儿 吃着是真上瘾 年头炫到年尾都吃不腻 而且他家这个 真的跟自己腌的一样 可脆嫩 拼多多万新疆老大家的 本时集吃辣爱好者 激情案例 凭实力打入决赛群的 反人类辣味零食 湖南素毛肚 活了二十几年 吃过最辣的东西 就尝了一口 感觉我太难的都在召唤我 而且它不是那种绵长的辣 是那种猛的一下攻击你 然后在你舌头上打地鸡 边嚼边冒辣汁 真的巨爽 拼多多老味图特尘 不信邪的可以试试 未知圆与尾 拼多多一块五一包 湖南人送给咱的催泪炸弹 我这可不是夸张啊 入口你就能感觉到 它的辣味冲击 真的越吃越辣 我一个很能吃辣的人 都没有勇气一口吃完 我发现有些人 他不是不爱吃水果 那你要是这样给他切好剥好 你看他吃不吃 就比如说 谁能拒绝这么一大桶 脱光了的葡萄呢 还不用徒子 而且它里面没有一颗碎的 磕磕肥瘦还爆汁 吃起来是由水果本身的 酸甜和果香的 很清爽 拼多多龙饮天下 还有冰冻羊梅和冰冻黄桃 到底是谁想出来 把它俩冷冻起来的 过来请瘦我一拜 这不妥妥的行走空调吗 羊梅单吃也就那样 但冰冻之后特别甜 让我觉得 他生来就应该这样吃 黄桃也是 吃着更爽 对半切开的果肉贼厚实 像是在吃黄桃味的冰激凌 拼多多白手轮回家的 用糖水一煮 就是平时吃的黄桃罐头